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小朋友你好啊 我是刘文阿姨 很开心又可以在成语故事时间跟你相会了 不知道小朋友你会不会游泳呢 在学校有没有游泳课啊 刘文阿姨算是一个挺会游泳的人 不过有一回我到一个很深的游泳池去游泳 那一天当我越游看到水越深的时候 我开始紧张起来 这整个呼吸整个动作都乱了 所以就开始往下沉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可怕 我还喝了不少水呢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这个救生员跳进游泳池把我救上来了 好那提醒小朋友 玩水的时候或者是游泳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我想你应该也猜到了 刘文阿姨今天要跟你说的成语是哪一句了 对不对 好就是千军一发 好那千军一发这四个字要怎么写呢 这个千就是各十百千万的千 那所以千已经算是不少的数目了 对不对 好那均怎么写呢 你会不会写均匀的均呢 好如果你会的话 把左边的土字旁改成金字旁 也可以说是均匀的云 那左边加一个金字旁 这个均是什么意思啊 均是我们中国古代计算重量的单位 三十斤就是一均 好那一发呢就是一根头发的意思啊 好这一句千军一发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以一根头发来悬挂千军重量的东西 比喻是危险到了极点啊 好那千军一发这个成语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刘文阿姨现在就来说给你听啊 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唐朝时候啊 有一个大文学家 他叫做韩玉 那有一次当韩玉知道了唐朝的皇帝唐宪宗 他要派遣使者去迎接佛教佛祖的骨头 到朝廷来的消息后呢 他就上书给皇帝表示反对 结果却得罪了皇帝 而被降低他的官位 派到很远的地方去当官 前途受到挫折的韩玉 他被派到潮州去当官了 在这个期间呢 他解释了一位老和尚 老和尚不但个性很沉稳很聪明 而且啊通情达理 和韩玉谈话非常的投机 韩玉离开家乡到陌生的潮州 他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啊 所以呢 他跟这个老和尚啊 的友谊呢 就越来越深厚 这老和尚呢 让韩玉心中的苦闷减轻不少啊 所以两个人的来往 也随着时间而增加 而且也越来越密切咯 但是韩玉他一向都反对佛教 所以他跟和尚来往的事情 立刻在民间被大肆地宣传了 人们都以为韩玉也开始信奉佛教了 韩玉的朋友孟娇 向来是信奉佛教的 听到这样的传闻之后 就马上写信去询问他 从孟娇的来信当中 韩玉才知道跟老和尚之间的友谊 竟然引起这样的误会啊 于是就回信跟孟娇解释 在这封信当中呢 韩玉他毫不留情地 对朝廷中迷信佛教的大臣加以批评 认为他们迷惑皇帝 使得这个朝廷的政治呢 到处都出现了问题 就好像一根细细的头发 却绑着一千斤重的东西那么危险 后来人们就根据这句话 引申成千钧一发这句成语 形容情势危险到了极点呢 这就是千钧一发这个成语的由来啊 好那千钧一发这个成语要如何运用呢 我们来看一看呢 魔术师总能够在千钧一发之际 从紧锁的水箱中逃生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魔术呢 或者说啊 在千钧一发之际 他奋不顾身地跳下河 救起溺水的小孩 这跟刘文阿姨在游泳池溺水的情形 很像对不对 还有也可以说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 唯有保持冷静 才能够有机会脱险 你还想到要如何运用千钧一发这个成语吗 好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那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说到这儿 不要忘了下一次成语故事时间 刘文阿姨在这儿和你再相会 拜拜